最新消息,台中是一辆连结车疑似过弯,向右翻腹,车身倾倒 撞上右前方一辆小轿车,车子被压成了废铁 连结车头跟车身也分离侧翻 车斗上的沙土散落一地 小轿车上的母子伤势严重 妈妈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连结车来到这个下坡弯道 这一弯他没hold住,整台车向右翻腹压中一台白色自小合车 再看一次这画面 当时天雨入滑,连结车下坡没有减速 一个抛物线过弯,没hold住 压重旁边行驶同方向的自小客车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连结车头跟车身分离侧翻 车头上的沙土散落一地 白色自小客车更惨 整台车被压扁成了废铁 车上物品散落一地 不知道是乘客还是驾驶的鞋也落在一旁 目击者看到车祸当下心有余悸 然后回到这边,再先赶 然后再压过去 上午9点多,台中市东山路往市区方向 一辆连结车疑似过弯时 向右翻腹,车身倾倒 正巧撞上右前方的自小客车 自小客车被推撞,电线杆 连结车又再撞上去 导致整辆车变成一堆废铁 车上母子伤势严重 70年次的妈妈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儿子则是昏迷 载货量过重 心经弯道的时候 因为天羽入滑不胜打滑 打滑以后翻覆 警方调查,连结车苏性驾驶没有酒驾 疑似天羽入滑载重过重量过 母子同车遭遇恒货 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得中部最后报道